明明石猴 取经最重要的人 即将出事了 一猴变散猴 想想就感觉刺激啊 这是玄小莲 又可以称他为眷连大将 但因为向玉帝提出换个人取经 玉帝大怒 翻脸就把他给打下了零杀 没错 得受非见 欢心之苦 幸好获得了反套路系统 玄小莲决定报复他们 把其心搅黄了 取经能成功 我管玉帝交电 平静这么多年的三界 终于是有些乐子了 你呀 灵明石猴要出来了 龙族已经被祸害得够惨了 灵明石猴出事后 就该我出马了 等教导玩了灵明石猴 我就完成任务 可以追随本尊 去天外享福群 真好 作为这次取经项目的总经理 必须好好完成任务 使用扑轻强 vraag 士猴 我拿来吧你 拨命一张 啃 士猴 我拿来吧你 啃 龙族 Yup 这么浅的小河 还能把这时候给淹死了 生要见猴 死要见识 年轻的观音菩萨哟 你钓的是这个紧色的猴子 还是这个银色的猴子 还是这个皮红的猴子呀 只要你回答对了我的问题 我就把这三只猴子都送给你哦 神 什么 本来以为时候被人抓走了 怎么现在不但没有被抓走 反倒还多了两个 孽障 快将灵明石猴放下 不然三姐无你容身之所 我必将你打下十八层地狱